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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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女孩是誰啊 她 也來參加翔毛大賽 怎麼來參加 怎麼來參加 還什麼玩笑 怎麼小個丫頭 看不到我 丹藥要吃完了呢 知道了 在此之前我要提醒一下 大賽意在錘煉 而非拼生死 還望下手時掌握好分寸 這老兔可真囉嗦 我先去抽籤了 好 紅帝十五 祝願你抽到和柳琴相同的主切 好 藍底 十五 好 該死的混蛋 沒想到消炎哥哥的對手 又是白城 好 這傢伙真是隱魂不散 手下敗將吧 那傢伙對你懷恨在心 雖然你不拒他 可也要小心點 第一場比賽 十八號對戰 全手上台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不知道 我的對手將會是哪位強者 沒想到我的對手 絕是個小屁孩 我這運氣也太好了吧 看來這次我又能進擊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小妹妹 放心吧 柯哥我會手下留情的 喂老頭 快開始了嗎 唉 開始吧 記得手下留情 沒料傷人心 大長老放心 我自有分寸 小妹妹 雖然我會手下留情 但你也一定不會好受 畢竟 我可是強榜排名第三十三的強者 廢居 唉 這是哪來的極品呢 好蠻橫的力量 能有這樣的力量 恐怕真如老師所言 此言 是一種罕見的上古異獸 拿一拳套 剩下 給騙他自己的抗打能力吧 這場比賽 子言勝 找到你了 你下手還真狠哪 有一次 我看見他打勝一場比賽後 居然當眾囂張地說 下一個要打敗的就是你呢 這些事我自己能解決 你可以不用拐的 不幫你的壞 你就不會給我煉紙好吃的丹藥了 現在我幫你叫醒了那個傢伙 你可是欠了我一個人情 好 算欠你人情了 蕭顏雄 沒想到 你和子言學姐這麼熟 學姐 原來是你啊 上次比賽跑得可真快 這比賽可真無聊 你們玩吧 今天看來就沒有我的比賽了 蕭顏兄弟和子言學姐很熟嗎 還行吧 那就拜託蕭顏兄弟和他說說 如果在賽場上遇見 敗倒是無所為 不過能不能別讓我輸得太難堪 等見面了我會幫你說說 啊 大恩不言信 第二場十五號 終於輪到我了 蕭顏 這次就算拼了命 也要讓你失去爭奪前世的機會 蕭顏和白長 這兩個傢伙又碰一起了 真是原家路長 這可有好戲看 第二場比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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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有幾分信心 原來是突破了一擊 不過光平折還不夠 嘛 應該不夠 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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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持法威力很是不凡哪 你 你的头发 萧嫣 你想不到吧 诚哥自从败给你后便闭关苦休 最终 虽然他偷了 带你变强了 我闭嘴 小炎 我今晚必定将你废掉 一切代价 是某种秘法 虽然增幅比天火三旋变差了许多 但似乎也不能小觑 好快 来 驾 七弟 瓦裂 死吧 小颜 死吧 小颜 不好 老大 干得好成哥 硝烟这下倒霉了 最好当场死掉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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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那小家伙的一伙吗 才这般年龄 就把一伙掌控得如此纯熟 简直是不可思议 硝烟这家伙 果然底牌不少 嗯 哼 没想到青零地心火压缩成的铠甲 防御力如此强悍 不过 对斗气的消耗也着实不烈 哼 硝烟 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 只要逼出你的底牌 消耗你的斗气 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想进入前十 做梦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走 嗯 哈 啊 哈 本场比赛 消炎胜 本场比赛 消炎胜 这白城真是废物 你若遇见消炎 可别这么丢人 放心吧 飞儿 只要能够遇见 我定然会给你讨回公道 你可别小看消炎 否则的话 也会跟白城一样 消炎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斗技消耗过多而已 倒是没想到 白城居然会有血涤八裂 这种玄阶斗技 而且那提升实力的秘法 也真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白城的家族 虽然在整个大陆 只能算是二流实力 但却比加玛帝国的三大家族 要强生不少 看来我可能是这里 最势单力薄的吧 香炎哥哥可是无品练要事 就算是窦黄强者 也要笑脸相赢 谁敢说你势单力薄 下一场 十七号 柳青要上了 一起看看她的本事吧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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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者已到齐 比赛开始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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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引领将 遭向将 优优独播剧场 这柳琪 果然是个强劲的对手 柳琪的两大绝技 第一是猎山枪 第二便是这大猎批关掌 这找法他锤炼了二十多年 可谓是炉火纯青 并是结束了 不管你如何蹦大 在大哥面前 也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连肉体力量都这么强横 果然是个劲敌啊 不过灵学长能将柳琪打败 想必实力也更强横吧 当年胜过他只是侥幸 你若是拿出所有手段 我想就算我与柳琪 想要胜你也不会容易 把白城想消耗我斗气的打算 可是要落空了 以我无品又要事的能力 短时间内恢复状态 并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明日比赛 怕是比今日的更为凶险 毕竟今天能进击前二十五的 基本都比白城强 尤其柳琪的大猎批关掌 恐怕我的八气崩都有些比不上 管他呢 不管遇见谁 都必须全力以赴 前十的名额 我必须占一颗 小姐一个月时间已经到了 您还不离开吗 再等几天吧 等萧嫣哥哥顺利取得大赛前十 我便能安心离开了 可是小姐再不走的话 家族可能就会派人 昨天一共有二十五人晋级 因此今天的比试 将会有一人轮空 无条件进入下一轮 不过为了公平起见 这个名额将会给到紫言 各位参赛者 对此可有异议 傻子才有异议啊 发布的这个白猫的空感 就是 谁叫我说第二个 既然大家没有异议 那么强榜大赛第二轮比试 正式开始 第一场 三号参赛者上场 好 救林修团 来救林修团 我爱死你了 林学长 您看 赶紧打吧 早打完早结束 好诡异的攻击方式 柳青有双绝 一爪一枪 而能够一直压他一筹的林修衙 更是有这两种毫不逊色的绝活 这等诡异的攻击 应该也是一门很强的精神斗技 看其斗技的运用方式 喂喂 你不想知道是什么绝技吗 爱说不说 这 无趣的骄傲 林修衙的绝活便是一缠一缸 缠名为缠射手 能将对手的攻击 压制到一个极小范围 逼得对手无从实斩 简直就是牛皮糖啊 那所谓的一缸呢 这我也不太清楚 林修衙的一缸就像柳青的枪 很少有人能令他施展出来 当年柳青就是败在上面的 不过他们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吧 我可是从几个长老嘴里听说 你一人单挑一个拥有斗宗强者的宗派 最后居然还全身而退 我这次军事前十的话 会在内院当一年左右的长老 一年后 你若要回加玛帝国 叫上我呗 你别误会 我的梦想可是要游历整个大陆 到时一定叫你 林修衙获胜 林修衙 林修衙 太棒了 林修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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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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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这么强 看来某人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 她的斗气属性 即使是强榜前十 碰上了也会头疼 萧嫣这次 得拿出点真本事才行了 幸运的家伙 一路走来竟然这般顺利 不错 你的好运 就让我来帮你终止吧 杨夕 你若是输给了那家伙 以后就别在我身边出现 看好吧 飞儿 会当着你的面 把硝烟打的跪地求饶 可以开始了吗 你狂妄 比赛开始 大胖 妖圣极其擅长近身攻击 萧嫣的尺子虽然威力强横 但却受空间限制 并且妖神的等级远胜 看来萧嫣小家伙 这次想要进击可不会太容易 不过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等级的差距 天火三旋变 第一招 第一招 星莲 第一招 星莲 你给我拿出点车杆出来 可不能输给这个废 可不能输给这个废 可不 得一个什么劲儿 等那废物伴在摇生手中 靠住我修复他 你给我拿出手 得赶快分出胜负 否则飞儿会不高兴 快点 小二 陪巡戒 你一个人 给我拿出手 来 你一个人 还有的 你什么人 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的地址 你还想打你跑 这城堡是锁定了 斗骑画艺 太帅了 斗王 不对 是飞行斗骑 没想到这小家伙 竟然有此等稀罕斗骑 还好还好 差点还真以为 这小子已经进入 斗王界别了呢 想当年老夫拼死累活 修炼了好几十年 方才达到斗王的实力 若是这小家伙二十不到 就能达到这一步 那我们可真是白活 这么大岁数喽 你们别忘了 硝烟还是一名 无品炼药师 原来是飞行斗骑啊 施展这种飞行斗骑 要消耗不少斗骑吧 我不信 你能一直在空中待着 别下来 的确挺麻烦的 不过只要是水 总会被蒸干吧 可确 失去黑水剑 调剑的速度 就要被硝烟压制住了 有事有麻烦了 接下来 看你还有何手段 你以为飞在空中 我就奈何不了你了 烟灌寺 有毒 西湖 碎金铁 八七 你放 好样的 萧颜 好样的 不愧是你跟柳行都看中的人 厉害 本局比试 萧颜胜出 本局比试 萧颜胜出 好样的 萧颜 好样的 好样的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杨胜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新人 给我闭嘴 看个比赛 大喊大叫想什么样子 好样的 看了家伙以后 还敢不敢来挑衅 真没想到 你这家伙还有这种罕见的飞行斗计 萧颜 恭喜恭喜啊 打败了姚胜 可以说进入前世也就稳了 运气好罢了 若不是刚好克制她的黑水剑 想要胜她也不容易 这一战 你可是错了柳芹那一派的锐气啊 以后怕是再也无人敢想瞧你了 对了 大会结束后 跟我们去一趟深山吧 毕竟那东西 对你也大有弊意 敌心脆体辱 这事后面再说吧 到柳芹出场了 他这次的对手 可是强王排名第十一的强者 八星斗灵级别 此人的实力 在内院都算是佼佼者 可惜遇见了柳芹 比赛开始 比赛期杰 认输吧 昔 艾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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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以是柳青 太拔刀了 这个呀 太强了 大哥 快叫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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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星斗铃 还是太弱了 本场比赛 柳琴获胜 八星斗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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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如何不敢 在我哥面前 也不过是楼一半了 强榜大赛都第二轮了 柳琴还没动用她的烈扇枪 光凭着肉体力量 便能轻松战胜八星斗铃 这道实力果然恐怖 萧嫣 我也要去准备上场了 之前的提议别忘了 柳琴已是半只脚探入窦王界别了 比起寻常的窦铃来说 自然是强了太多 这灵修鸭怕也是这般实力 这内院除了紫妍 怕是无人能压制他们了 那 妮子 你呢 萧嫣哥哥觉得呢 妮子 我知道你天赋强 这点从小便是 虽然很少见你真正出手 但我能感应他 你如今的实力 应该比我强上许多 可是在我身边时 你几乎完全收敛了自己的光芒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压抑自己 相反 我更喜欢你的耀眼 那样我会有追赶的动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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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呢 肖炎哥哥 好的 好 妮子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元哥哥 别耍无人 这是什么 一卷斗计 不过 需要窦王级别的实力 才能开启 窦王级别 才能开启的斗计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东西 也太贵重了吧 从小到大 小元哥哥 就没说过 薛儿的一件东西 好吧 我收下 记得哦 一定要等到 进入窦王级别 才能打开 不然 反而对小元哥哥你不好 还有 驼舍古地狱的事 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否则 会有很大的麻烦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还有大战呢 这妮子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好像在交代这些事 不许是我多想了吧 老师 你能看出这卷轴 是何物吗 不行 上面有特殊的印记 除非强行破开 否则谁也不知道 里面是何斗计 不过 与你那小女友的身份背景 这绝非凡物 小姐 您将那东西 给萧嫣少爷了 可那是组长大人 好不容易猜 萧嫣哥哥 比我更适合他 这事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就算父亲也不行 是 小姐 萧嫣哥哥 薛儿能做的 都已经做了 真正的强者之路 便需要看你自己了 希望日后再次见面时 你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强到让薛儿 仰望的地步 你能成为真正的强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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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黄级别的魔兽在那边守护着 斗黄级别的魔兽 我可不怕那头魔兽 当场就和他打了一架 不过最后打不过 就逃了回来 那家伙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他可是积极实实挨了我一拳 被我打得皮开肉战呢 不愧是麦里王 这个恐怖的怪力 就算是斗黄魔兽挨了一拳 也吃不消 萧嫣 下次我们一起去 我来拖住那家伙 你趁机去拿灵药 我可不想去送死 那可是斗黄级别的魔兽 不够意思 萧嫣兄弟 希望今日的对决 可别让我们碰上了 我可不想在这种 关键时刻对上你 真要是碰上了 我怕是要倒霉了 有我照着你 谁给让你倒霉 原来是你啊 待会儿可别让我在台上碰到你 不然就算你主动跳下场 我也会追着你揍一顿的 薛姐 那院里还没有谁敢和您对抗呢 在你时下 小祖祖 你可别添乱 我知道了 萧嫣怎么和这蛮绿王关系这么好 经过前两日的淘汰赛 这次的强榜大赛 还剩下十三位选手 按照以往大赛的规则 我们今仅会随机抽取六人 进行三长榜试试 落败的三人 持取近期的资格 而获胜的三人 则连同其他齐名选手 借助强榜前 这种规则是不是不太合理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第一场比试 炎昊 对战 前末 点儿可真够悲 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修炼风术型斗气的 可别小瞧了这前末 他也是上届墙榜前十的高手 颜大哥 待会儿您轻一点 你那乌钢锤的力量不得了 我的小身板可捣不住啊 少废话 姐老子 让我看看 你那金环剧 比以前厉害了多少 第一场比试 开始 施展金环剧极其消耗斗气 以前末的实力 仅能施展出十次最强攻击 青环剧最能发挥威力的地方 应该是偷袭 这种正大光明的比赛 不适合前末 他撑不了阻伤 反而我等着你剩下的机环呢 哈哈哈哈 颜大哥 那我就得罪了 啊 来 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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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比试 延后获胜 接下来第二场 紫妍 太好了 昨天被那头魔兽搞得我满肚子活 这下就好好出出气 紫妍队 秦镇 运气大好啊 这小丫头可真是个恶名远洋啊 秦镇人呢 怎么还不上来 快点 我要忍不了了 秦镇 说他闹肚子 今天请假没来 刚才说话的就是秦镇吧 不是他还能有谁 八星斗灵强者能闹肚子 也亏该想得出来 既然秦镇闹肚子 那这一场的获胜者便是紫妍 气死我了 接下来最后一场比试 是第一位选手柳琴 这可不比紫妍好对付多少啊 这大张老鼠真黑啊 这把我应该知道 听得出来了 都存在了 有了 什么 太好了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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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队 厉害了 厉害了 哎 可惜了 多好的一个小家伙 大长老这儿熟 小家伙对不住了 萧嫣 这次你死定了 这就是棒了 喂 要不 我去把柳芹打一顿 只要他不能出场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拜托 你们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有请参赛阁上台 哥 很狠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小炎哥哥 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 放心吧 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 既然战斗不可避免 我自会放手一搏 不要说我轻视你 猎山枪只对够资格的对手使用 我希望待会儿 你能具备这个资格 很快你便会知道 我有没有资格 青莲变 这家伙在我哥手里根本不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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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çou 那不是 劲害我的鼎声枪还重 为什么 我的斗期得虚弱 不对 这尺子有古怪 马oso 滑 蹦 让你劈滚爪 不错的精神斗技 不过刚猛有余 耗尽不足 那可为啼 按尽 怎么可能 我居然把柳琴给逼退了 好样的 萧嫣 干得漂亮 我人不能抵抗你 不过想靠这边打败我 可还差了点 试探结束 可以认真战一场了 的 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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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竟然惹人惹我 虽然有些野蛮 但这才是男人的战斗方式 强谋第三果然厉害 可来得想想办法了 终于撑不住了吗 我倒要看看 你这盔甲能抵挡多久 鬼头 那家伙快不行了 萧嫣的战斗力确实非凡 不过与柳芹的战斗 恐怕还是要以失败高中了 这股能量波动时 这股能量波动时 这是 meets 围 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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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萧衍 软子漂亮 老大 我早听说 萧衍掌握了一门威力极大的火炼斗技 但应该没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吧 他现在已经晋升到斗铃 斗技的威力自然也水涨船高了 柳琴呢 难道已经 太好了 老大没事 女狠不错 有资格让我动用猎神枪了 这一招 我本来是留着对付李秀牙的 不过如今应在你身上也不算是损糊了它 小妍 如果有技巧我这招 强奉前三 刘青双手奉上 没想到柳琴连烈山枪都用上了 这么一个新人居然能把内人老牌强者逼到如此程度 刘青双手奉是本宁都最大黑马了 我刚永远绝招了 这可是玄界高级斗技 萧林输定了对吧 柳琴要动真格的了 萧嫣 你会怎么接她这一招 好 我们变最后一招 变胜赋 柳琴学长 强奉前十的名额 我萧嫣 要定了 这 这是什么斗技 看这等天地异响 至少也是个地界 这萧嫣 到底还有多少地牌 这两人的斗技 怎么会突然比先前强了十倍不止 罢了 倒是如果真无法控制 我再出手便是 骑中 大灭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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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搞什么 两个动灵战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 这还是动灵期间的战斗嘛 是 快 快要动机护体 要是被这部门的波及到 我们之中没有几个人都活下来 空间封锁 放 出 好险啊 希望大杂落在这儿 不然我们都会没命 这两个家伙也太无赖了 为了给强往前十 至于吗 小眼哥哥